我在门下 情情可以 我依靠的事 如果我跟他造成伤害 我不容您 告诉我 你是谁 吴克明已经死过不是 他们说他们老哥 一个人在屋里忘车 突然 强下 陈灿梅 陈灿梅叫什么呀 陈鼎安 有什么事就瞒着我 是故意 你们都给我让开听见了吗 我就不信你 我 你放开 你放开 小开 大小姐 让我 你放开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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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让开 爹 你放我进去 爹 你让他放我进去 攀我 握了 大海啊 你没个女人好啊 你看看我 摊上这么个女儿 这当地的心寒嘛 劍奴 小姐 老爷是不会出来的 我就不信了 我在这儿叫他听不见 爹 清清和那小子的婚事 不算数啊 唐没办完 也没入洞房 那小子也不是胡克明 可以说清清跟他 啥关系都没有啊 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他不但帮着他隐瞒身份 现在还来替他求情 我这个女儿啊 是白痒的 大哥 你打算怎么处着小子 一直把他这么关着 也不是个事 我觉得那边迟早回来要人的 那就看他有没有命 活着离开小青山了 来 守卫 守卫 顾爷 怎么了 我想见您大当家呢 你别闹了顾爷 大当家说了 不愿意见你 三爷呢 大哥 你的意思 他为什么加冒这个胡克明 我那个贤侄是怎么死的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些事情不查个水落石出 我要怎么对他取我那死去的 狂熊呢 如果这事跟他脱不了干系呢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行每天都差不多 我看这每天来的也就是这种 这望海镇就这么大个地儿子 来来去去的也就是这些人吧 也是也是 怎么最近不见国军的人来吃饭了 听说军营里管制不挺严 这不让当兵的喝大酒吧 但是黄凯还经常来 黄凯 他是这儿的常客 掌柜的 黄凯和曾文浩是不是很熟 算不上很熟 倒是碰见过几次 打打招呼 喝两杯而已 不过曾先生喝酒倒是很有节制 从不多喝 他喝酒纯属应酬 好 掌柜的 您见吗 我走了 好 你慢着 好 清清 赛叔啊 进去吧 走走走 给我让开 曾文浩 你也进去 走 小绍 是 你在外面带着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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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王昊 老爷 看看 这个字写得怎么样 写得好 老爷的字 当尽有力 这个字 老爷 你 投你的头啊 投你的曾王昊 你就是这么给我做事情的吗 老爷息怒 小的做事不周 还望老爷宽宏大量 给小的改正机会 给你改正什么机会啊 我问你 你知道你给谁办事吗 为老爷 是谁相信你 是谁收留你 是谁又把这么多的生意交给你来管 那都是老爷您 承蒙老爷 承蒙老爷的信任 是 在你眼里 你还知道我这个大当家的 你还有我这个大当家的吗 小 小的不敢 你不敢 我看你敢得很 你竟敢有事瞒着我 你竟敢有事瞒着我 别担打包天 你要见我 你竟敢有事 你竟敢有事 你不敢 你竟敢有事 我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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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你在这边 我自己可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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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带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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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柯明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我问你 你手上 有那份阵亡名单吗 有 你知道那上面 有胡柯明的名字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事关系到姑爷 我不敢乱说啊 不说 真奇怪了 他什么时候变成 这赵星战的主人了 我告诉你 这小青山是我的 我才是这儿当家的 是 是 只要他敢往 在我眼皮子底下捣乱 我就能收拾他 谁来说服也没用 不过你 是 老爷 我知道错了 知道了就好 起来吧 谢老爷 好自为之 行 该干嘛干嘛去 站住 靳靳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跟爹说呀 没了 没啥要说的 不能说没关系 你让我见大丹家的 我会把具体的情况 都告诉你 不用了 我们自己会查 你不觉得我大哥 给你太多说话的机会了 是你自己错失了 再说 我不能带给他 不能 等我们把胡柯明的事 查清楚了再说 如果他的死 真跟你没有关系 或许 我大哥 可以放你下山 你们要查多久 总比现在 让你长命好吧 小婷 别就是个老狐狸 有没有句句说了 怎么好 其实每天都冲着我来 他根本就不想让我 有开手的机会 小婷 你喝一会儿 我喝什么喝 谁有机会喝茶呀 哪有这个心情 你这样忙都帮不上 你哭什么呀 我现在是不是 一句都说不得你了 不是 不是 小姐打我妈 我都是应该的 我打你妈你有用吗 你能拧得过我爹呀 小姐 那哭也怎么办呢 还就不信了 这堂堂小金山的大小姐 我只有一个人 我还都保不住了 小姐 你去哪儿啊 快点 等等我 你要不要 放我 我 你 去哪儿 你 去哪儿 我 去哪儿 想我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 他们 他们没有难为你吧 你觉得呢 帮我给你爹带个话吧 他不会听他 不是我告的命 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你还留在身上 你是不是吃定了 我不会告诉我爹啊 我如果现在走的话 会前功尽弃的 你到底想要对小青山做什么 我想联合小青山打日本人 不信任我 我不告诉你我的身份是迫不得已 希望您能理解 我这么笨 我哪知道你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就连我爹都分不清你话里的真伪 更何况是我 我没想伤害小青山 更没想伤害你 从我告诉你我是春雨的那一刻 我就跟我自己发过誓 这辈子不会再骗你 如果你不信我 等我完成这次任务以后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怎么交代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上了小青山而引起的 你上次救我也是为了讨好我 好继续留在山上完成任务吧 你到底怎么看我刘青青啊 我喜欢你啊 陈宇 你胡克明的身份是假 那 那你喜欢我是真的吗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好 来真的 好 来 你就这么把我放了 你怎么跟你爹交代啊 我这都什么时候了 哪还顾得了那个呀 我等到他 这人骂两句 气消了就没事了 我没那么简单吧 你恨我 怎么这么问啊 我怕有一天 我会后悔你放了我 那儿等 等到那天再说吧 行了 走 快 走 换港了 快走 站住 三叔 琴琴 你觉得你们走得了吗 三叔 我求求你了 你们放他走吧 你觉得可能吗 他是我男人 我求你们了 不要杀他 我实话告诉你 这小子今天非死不可 来人 让他给我带走 三叔 三叔 我得 站住 清清 我跟你们走 不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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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女儿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事 在她娘走了以后 你一直都躺着我 宠着我 希望我幸福 你不是让我受到 一点点的委屈 爹 女儿已经长大了 也找到了我爱的人 和爱我的人 如果你还疼我的话 女儿求你今天答应我放了他 女儿求你了 女儿求你了 爹 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我 你老舅可以死在这儿 走 老三 把他们都带回去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陈兰的工作已经绕过了 我已经报告了 如果这次的任务 就能够回来 他就能够回来 司令官阁下官 真的非常感谢 邓文浩 邓小姐 你要下山啊 我近点 过 好 那个 我刚才在老爷那儿没帮你说上话呢 你会怪我吗 你别提这事了 我正找你呢 你就说 你愿不愿意将功补过吧 愿意 那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你 你帮我把他救出来 谁啊 就说你那个胡克明 好好好 大小姐平常对我不薄 姑爷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只 只要能用到我的地方 您尽管吩咐 那行 那你现在马上去当守备营 去那儿干吗呀 他不是国军的人吗 我爹现在扣着他又不肯放人 我想让你去通知他们来救人 这 你刚刚也看到了 我把我爹给惹急了 我现在不能走 我得在这儿守着 行了行了 我明白了 你现在赶紧回去 别让老爷生气了啊 我马上帮你跑一趟好不好 那你记住 快去快回 一定忙把消息带到了啊 好好好 放心吧 你快点啊 好的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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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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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那个 长官 麻烦通报一下王营长 小秦山曾文浩有急事汇报 稍等 谢谢啊 谢谢 姜姐 怎么样 曾文浩回来了吗 没有 那 那是我爹那边有动静了 也没有 那你跑回来干嘛呀 我这不是派你着急 回来给你汇报情况来了吗 你没什么情报 我瞎汇报什么呀 去去去 赶紧给我盯上去 瞎搞乱 是去 副罪 刘念北想干什么呀 他把他老大给扣了 那咱过去也太不当回事了 对 刘念北太嚣张了 王营长 老虎 你就说吧 怎么样才能把老大给救出你 王营长 你敢这事怎么叫声 王营长 王营长 你敢这事怎么叫声 你就说呀 这这六念北吧 一向是目光一见 亲情好呢 给你几分面 亲情不好的时候 谁的亲面都不见 不好办哪 不好办 也得办 罗队 刘念北胆子也太肥了 敢扣押国军特派员 这个先后不能改 外国我也没法 向郡主交代 这件事 怎么办 王营长 王营长 您哪 给我们拿个主意 咱是玩软的呢 咱还是玩硬的 单挑还是玄奥 我们都奉陪 对 奉陪什么呀 那真要打图这 那些爷们儿先生 少废话 我女的怎么了 我换书给你吗 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吗 闹什么呢 什么时候 你们这是想办法救老大呢 还要把自己引着网 什么时候了 还抬钢呢 王营长 现在林峰没事吧 刘念北 知道他还是新思军吗 会把关起来吗 高飞啊 林峰没有暴露 肯定不会有事 林峰现在还在山上 他不会看着老大出事的 他没有亲自来 让刘青青派曾文昊来 我想事情还没那么严重 事情 林峰 你 你怎么才回来呀 出事了 我爹把陈宇 我听说了 怎么会弄成这样 你爹是怎么知道的 曾文昊说的 不是曾文昊 他还一直帮我瞒着这个事呢 就因为这事 被我爹臭骂了一通 差点被赶下山了 是吗 是我爹自己察觉到的 他逼着小翠说的 不对 是平白无故的 你爹怎么会察觉到呢 知道呢 我爹现在就是个老狐狸 他越来越狡猾了 清清 别再做心血来潮的事了 等我回来 你去哪儿啊 我去北山 北山你怎么说去就去啊 我现在没法跟您解释 记住我说的话 这怎么就 就跑去北山了呢 王医长 我们还是先交涉一下 如果谭不拢 我们再出病 也算先礼后兵 好 我现在就去办 你们干什么家 交涉一下吧 老大的事 我们肯定得去啊 都走了谁保护怀特 你留下 林某 给我走 那我呢 你不是啥都能吗 保护怀特 大哥 晃晃晃晃的又怎么了 我让晃晃晃在山下手劲 我劲 恐怕他不会走的 他带人来了 就带了几个人 消息怎么这么快 大哥 我看晴晃对那小子真是动了情 要不您 行了 这件事情 没得上来 我这样做 是为了清清好 那小子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的人 他们两个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的 报 报 大掌架 三掌架 北山的冯天利求见 林峰通知你的 是啊 我一得到消息 就马上过来了 北山过来的 对 你不从后山直接走 从前面上来干什么 你是来替我们向刘念北求情的 还是来当他的说客的 大家都是邻居 你们两个邻居之间发生口角 另一个邻居赶来劝劝罢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是怕陈门失火 殃及驰鱼 我希望我这个和氏老能做成功 避免双方兵戎相见 那得看他们放不放人了 就像你们要到我北山 我需要充分的理由 刘念北要的也是同样的说法 毕竟李亏的先是你们哪 我们来就是给他一个解释的 好 那就好 他怎么也来了 消息传得够快呀 大哥 你见他吗 今天谁来都不见 明看 谁也不见 博议长 博议长 不好意思 我们大栏家收了 今天不见客 您请回吧 什么 扶 扶队长 麻烦您也请回吧 刘念北什么意思 明把这不肯放人是吗 我们一礼拜山 刘念北关门谢客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冯编 把部队拉上来 王院长 你可别冲动吧 本天立 我觉得刘念北这么横 是不是他总认为 你们北山再替他撑腰啊 事情到了这节骨眼上 你也该考虑考虑选边战队 我会议 林峰 林峰 你回来了 你听说了吗 王山他们现在在山下 我爹都不肯见他们 我知道 怕连冯队长也不见 我爹这回真的是 动真格的了 林峰 你说该怎么办呀 我去找你爹谈 你去找他谈什么呀 林峰 你站住 林峰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要跑去跟我爹谈 又叫又动逢天立 还能我帮着陈宇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谁 我是北山的人 你是新思军 我是新思军 我就说 冯天立怎么会上来这么快呢 是我通知他的 想让他拦住王山 同时也劝劝你 你上山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 你是新四军 你就不怕 我把你也抓起来 他冒名上山 也许是针对小青山 我隐藏身份上山 只是针对他 在我来之前 新四军队军部 截获了日军的电门 日军得知 果军会派特派员 上小青山 我们是担心 日本人会有异动 派我上山 就是为了弄清楚 这件事情 您放心吧 新四军对小青山 没有任何的企图 相反 是暗中报复 说你向新四军 也说得过去 我一直不认为 你是一个 普通的教授先生 但看你的人品和贪图 不像是坏人 这才把你留在了 小青山上 既然你说 你们新四军 对我们小青山 没有什么企图 而且还是暗中保护 那我都要问问你 这件事情 你们查清楚了吗 他们 为什么把我们小青山 当作目标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真相大白 国军此次的任务地点 不只是小青山 还有北山 你们 胃口不小啊 不过 你们不是也让他们 上了你们北山吗 没错 因为根据我的判断 国军在望海战里 会有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 但是目标是针对日本 对 不管怎么样 北山 小青山 是望海战的两个门户 和天然屏障 国军就是跟日本人怎么干 这两座山 都会被牵扯到其中 没错 国军 究竟想让我们干什么呢 打鬼子我没有意境 但要让我小青山 让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 白白地被人家利用和送命 万万不可能 他们去哪儿 小青山 他们去打斗吗 这 中国人 打斗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去打斗吗 成功 如果不想有事 现在国军和佛兵将军战进行战 我们等待我们这些战友 大君 我们的车辆车辆 是 大哥 我军清朝主动 围在我身下 好 他跟王山 他想借此机会吃掉我小秦山 好 我带我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战主 不能迎来 结局只会是两败俱赏 他都打到我家门口了 我还跟他客气什么 他们只是心急要人 战主 你宽宏大俩放了陈宇 平息此事吧 是为小秦山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外人来教我怎么做 大爱 赞 跟我去布防 是 战主 战主 性恶地 明显 comments 快闹 巡猾 大 seul 农营 小秦山 出雷 宋 我去 林峰 林峰 你跟我爹談得怎麼樣啊 本來聊得挺好的 我覺得是有希望的 但是現在 我爹還是不肯把手 我爹這個老頑固 我找他談去 等等 你去有什麼用 我都被赶下山了 什么 我爹连你都赶下山了 他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走是迟早的事情 我既然决定向你爹坦白 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不行 你不能走 现在陈宇还被关着 你再走了 那 那我怎么办呀 你爹让我走 但没说什么时候走 先不说这个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山下 山下怎么了 大小姐 大小姐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从军营出来 就去酒楼和筹断砖办事去了 等会儿 是你通知国军的 是我让他去的 清清 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啊 你知不知道 一旦小齐山和国军打起来 是日本人最想看见的 你懂不懂 那 那那那那那怎么办啊 那早知道我不去了 那关键是 这老爷太不给王山面子了 让大家都下不了台 这 你不知道 我一到山下 我一看国军都满了 那徐连长他告诉我 你就别上山了 那我心里一想 这小青山有难 我能在山下边待着吗 我肯定要上山 跟兄弟们共生死啊 对吧 王营长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 我这么干也是流年被逼的 你想过这么干的后果吗 我是兵他是肥 我只当是交匪了 怎么办 我以为你不会来 你不是一直吵着就见我吗 你不是一直拒绝见我吗 知道有人来救你了 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大了 谁呢 冒害朕所有的国军都来了 您就宁愿待在这牢里头 你觉得这个牢里关得着我吗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来这儿的任务 我可以告诉你 先说说 你为什么讲往胡跟铺 为了接近你和小秦深 就为了让每个人上山 你如愿 我给个你机会 但是你没走 目的没有达到 我是不会走的 你还想怎样 让你归身政府 收编小秦深 你知道你这么敢 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然后呢 刘念北没了 你们望海镇的兵力也没了 你这不是准备敞开大门 欢迎日本人进来吗 现在可是联合抗日时期 我也知道联合抗日 可这信不齐 这日还怎么抗啊 那你派兵打他们 就能复活人心了 他们就能听你的调遣了 我也不是真想打他们 但是我要让他们知道 国有国法 那你们也不是 先犯了别人的家规吗 你 国军这些年来 一直都想这么干 国军这些年来 他们知道 我不会答应的 所以 才想让你冒充我的女婿 两家人 自然就变成一家人 即便胡克明上山 他跟我的任务也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收编你们对我们来说 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 望海镇军事任务的顺利进行 给日本人有利的一击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你也知道里面的厉害关系 如果这个前提是 我被你们国军收编的话 那我情愿 不知道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希望你能慎重地考虑 你还是慎重慎重考虑 怎么劝劝王山吧 他这么愚蠢地干下去 对你们 没什么好处 这阵亡的名单 显然是日本人搞得贵 你们和小青山 都一步一步落到敌人的计划里了 张队长 你说 你们队长要是现在在这儿的话 他会同意这么干吗 不问 那好 我 我不知道你们队长 为什么要冒名顶替胡克明 上小青山 但不管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都不想与小青山正面为敌吧 即使你们今天 给了柳年北颜色看 救了陈宇 但我想后果也会因小失大吧 王院长 让徐冬眠把人撤回 救了 为救老大 救 上面派我们来执行任务 现在中途出了岔子 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刘念玫只是不肯放人 只要我们把人救了 出不出兵 都算是给他养光